进入报税季了 新的税务政策呢 让华人朋友几家欢喜几家愁 因为收入高不仅会增加纳税额度 还有可能会给下一年度的 医疗健保联邦补助带来影响 怎么样通过合法途径 降低自己的收入呢 来进入今天的林大卫保险之苦 现在是2021三月份了 马上4月15号 报税截止的日期就快到了 所以在这里提供大家一些信息 大家知道拜登上任以后 对不同的民众都有不同的影响 有些人在税务方面 说是处于优势 有些人觉得是一个不好的消息 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对全美国 所谓的欧际健保来讲 那是一个好消息了 因为这个欧际健保呢 不可能再面临被废除了 而且呢 联邦跟政府的补助也不会停止 因为在近年来 就像加州全保 超过90%的申请人 都可以拿到政府多少的补助 那联邦有个规矩 规定 只要是你在联邦贫穷限 138%以上的到400%以下 都可以拿到政府的补助 那加州呢 今年就可以到了600%以下 都可以拿到这个政府的补助了 那很多人 所以刚好你的收入很高的时候 你怎么样合法的把收入降下来呢 可以拿到更高的补助呢 那有一个方法就是IRA 大家都知道 在2020年你可以 50岁以上可以放到7000块 50岁以下可以放到6000块 那夫妇两个人 你就可以放了14000 可以刚好你把你的收入 可以大大的降低了 你这样子呢 也许刚好可以合法的 拿到政府更高的补助 当然这个减低你的收入方法也很多 那还有这一次 我们领导委保险团队 讲座中会计师黄杰峰 他也提醒我 我觉得蛮好的 他说现在这个新法律呢 对慈善团体或宗教机构捐献的钱 尤其是从股票拿出来 所谓的non-cash contribution的话 你可以抵到最高自己的收入的50% 那我怎么讲呢 他说比如说你2020年年初 你10块钱买了一股 你当时买了这个1000股 你花了1万块钱 到了年底呢 这个股票涨到100块钱一股了 那你说我想要捐出去 那捐出去呢 刚好那个数字是按照你市面上的最后的价钱 比如说到100块钱 你捐个100股吧 你就捐出去1万块钱了 事实上呢 你还是赚 对不对 你一共放了1万块 你变成10万块了 你只是拿1万块钱来抵税 因为捐出去的额度呢 非常大 常常甚至呢 也许你比你的本钱还要高吧 这是合法的把自己的收入降低 又可以做一些好事了 当然我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 大家可能对税务方面要提醒自己 因为我想多半的民众 你只要闭着眼睛 这个在2020年投资的股票 三四月份投资 到现在股票一定暴涨了 那你如果在一年之内 你想赶快take a profit 你觉得这个股票涨得 我想要做短线的话 那你所赚的钱 这个是按照你的收入来计算 但是如果你能够保持一年以上 所谓的capical gain的话 你最高你付出的税 是只有20%了 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一下 当然因为股票你捐出去 对不对 你自己没有去redeem它 你没有 你只是捐给 直接捐给慈善机构的时候 可以按照你股票 市面上最高的价格来捐助 然后合法的把自己的收入降低了